又要解语 故夜神阿弥陀佛 即释迦本司 于无主卧室所得阿禄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也是过去没有人说过 欧耶大师发现 就在阿弥陀佛 多少人读这个经 对这桩事情都疏忽了 释迦牟尼佛怎么称佛的 欧耶大师告诉我 他是念佛称佛的 佛教我们念佛 他自己念佛成功了 把这个方法传输给我们 是经一次谷居全体 受于诸物众生 那经是今天 就是先前佛将他的谷居全体 就是念佛成佛 这是谷居的全体 因果不耳 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所以佛法 用莲花来表发 莲花 因果是一不二 让你看到非常清楚 花开的时候 果就在花里面 莲子 莲子是果 所以 花果同时 不像其他的植物 先开花 后结果 花果不同时 莲花是花果同时 真相莲花 射放世界众生念佛 切保持就有一朵莲花出现 有花 有莲子 都出现了 这叫妙花 念佛 愈恳切 这个花 愈大 光色 愈美 只要认真念 念 要用身心去念 非常认真 夜思不苟 全心全力 我愈求往生 事出世间 一切发 统统放下 我愈求往生 这个果报 就无比的 殊胜 啊 欧耶大使 珠 彌桃金 苏朝 后面有一段 八文 他九天写成功 欧 这个 应光大使的赞叹 即使 祝福再来 给弥陀金 写不出去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个发现 真正不可思 本思 释迦牟尼佛 在无诸 卧室 神念佛 臣佛 优优独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